就可以摸到对面的窗户 所以当地人非常形象地管这种楼 叫握手楼 但是由于这里的租金非常便宜 所以很多刚刚来到广州打工的人 可能都会选择这里 作为他们的第一个落脚点 石牌村是广州最大的长中村 石牌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 历史上石牌村一直是一个附属之地 今天的石牌村 在四周高楼大厦和繁荣商业街的包围下 稍显陈旧 这些年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村民们便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密密麻麻地建起了住宅楼 整个石牌村有170条窄小的古巷之称 面积仅为0.27平方公里 却吸引将近10万外来务工人员租住在这里 杨长军说 住在石牌村虽然便宜 但最让人头疼的就是这里的治安环境 你自个儿的衣服搬我今天晚上晒了 说不定明天早上就没了 因为他这种握手楼市非常近的距离 人家拿个钩子就给你勾走了 你丢过衣服吗 丢过 你丢过的最大件的东西 吃什么 八四百多块钱的奖金 然后就塞口袋里面就挂墙上了 谁知道那小偷呢 晚上可能天气有点热了窗户没关 拿钩子直接从窗户伸进来 把你的衣服给勾走了 四百元钱 现在听起来不算多 可在一九九八年 对杨长军来说 几乎就是维持生计的全部家当 杨长军说 他来广州的这十一年 做过搬运工 当过卖鞋的售货员 现如今 他已经成为了一家百货公司的管理人员了 虽然他早已搬离了石牌村 而且还自己买了房子 但他觉得 对于石牌村的每一个外来务工者来讲 最大的心愿 还是希望能住得安全些 那么 目前石牌村的治安状况 究竟如何了呢 这几年呢 这个村内的通过加强继房设施的建设 应该说 大大的增加了这个村的治安的控制力量 现在这个石牌村呢 是屋顶有监控 路面有监控 因为它是握手楼啊 这个屋顶是相通的 这个屋可以走到那个屋 所以呢 在屋顶安装的红外的 24小时的这个监控探头 群众的安全感就提高 我们还看到 目前在近村的每个主要路口 都设置了治安港亭 每天24小时 都有人专门监控着这里的治安状况 而这些监控探头 不仅对犯罪分子 有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有时候 还可以为人们提供生活中的帮助 比如就在今年年初 一个租住户喝醉了酒 在路边一不小心 将自己的手机顺手甩了出去 没想到这一甩 却怎么也找不着了 而这一幕 恰巧被路边的监控探头 拍摄了下来 并最终被他找回了手机 那么后来他也报了警 那我们通过翻查录像 看到的是谁 简直帮他找回了这台手机 所以这除了治安防控以外 还为村民提供的一些 找人啊 找物啊 这些服务 据了解 目前在广州 像石台村这样的城中村 已经列入了政府规划 和改造的范围之内 实际上这些年来 为了能给外来务工人员 提供更好的居住和生活环境 广州市也在积极寻找着更多